各位大家好 很高興我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ありがとう 這首歌 這首歌是由おはじさん他所演唱的 我們這首歌雖然已經好幾年前 可是因為他歌詞說真的寫得很好 所以我想說就來翻譯 來跟各位來做一個分享 如果你需要這個檔案 我們就放在我的粉絲專頁那邊 已經有放到那邊了 如果你是有標準音版的 會放在我的PressPlay的贊助者的檔案裡面 所以就麻煩你上去下載一下 當然你如果到我的粉絲專頁那邊 何必日語 何必博士的粉絲專頁那邊 就可以下載到這個檔案 我們看一下他到底在講什麼 這首歌 所以你看他的標題就寫得ありがとう 他說生ぬるい風に吹かれながら 生ぬるい指的是微熱的 ぬるい指的是微温的意思 生ぬるい就是表示風的感覺 日文用生ぬるい來形容 這首歌風風に吹かれながら 我是被他 日文的漢字造字面是被他吹 我被微温的風吹著 邊被他吹ながら是指邊怎麼樣的意思 邊怎麼樣的意思 所以這裡的ながら是邊怎樣 邊被他吹 然後各位 因為翻譯要有押韻的關係 所以我就把它翻譯成微温的風 微温的風 照字面是被那個風吹 所以各位什麼是なまぬるい 什麼時候 當然是三四月 日本要轉熱要轉春天的時候 它才會不然二月很冷 所以要轉熱轉春天的時候 才會有なまぬるい 東京の空をながめてたら 東京の空をながめてたら 我仰望 當我仰望著東京的天空的時候 ていたら 在口語當中 把異省略 把異省略 所以ながめてたら 好 ながめてたら 然後呢 在遠的地方 他說 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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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方遠方 遠方遠方 各位有好幾個形容詞的副詞型 可以當名詞來用 比如說那個字 早く 早く 很早 很早 比如說古く 就說以前 近く 附近 遠方 這幾個雖然是形容詞的副詞型 但是它卻可以當名詞來用 所以早く 古く 近く 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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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暮らしてる 在遠方 生活的你們 のことを あなたのこと ふとおもい出す 我就會想到 你們的事情 那這裡的 思い出す 它為什麼用原形 因為表示 常常 不是只有一次 不是思い出した 不是 是常常的意思 我常常 只要仰望東京的天空 我就會想到 在遠方 生活的 你們 元気 ですか 到底過得好不好 元気 ですか 夢を追いかけて 離開 離開 我本來成長城鎮 就是你們現在住的地方 寫給他父母 所以 離開 離開 見送ってくれた あの春の日 你來為我送行的 春天的日子 為什麼是春天 因為日本都四月開學 四月公司 新進人員 都是四月 所以 一定是日本的春天 一定都是分離的日子 分離的日子 見送ってくれた あの春の日 那個春天的日子 然後呢 好 接下來呢 頼りなかった僕に 後悔だけはしないでと 優しい言葉 温もり その笑顔 OK 頼りなかった 是表示什麼意思 還不懂事的意思 好 這個頼りなかった 表示呢 沒有辦法信賴的 沒有辦法依靠的意思 好 所以呢 頼りなかった僕に 好 對於這個 沒有還不懂事的我 他對我講什麼話 你對我講什麼話呢 後悔だけはしないで 好 就指 你不要讓自己後悔 不要去做那個 會讓自己後悔的事 好 所以呢 優しい言葉 溫柔的語言 你那句話 温もり 你手上的溫暖 好 その笑顔 還有你的笑容 その笑顔 好 なおね 好 他說呢 ずっと覚えてるよ 我呢 一直都記著 覚えているよ 的意思 いるよ 覚えているよ 這也是口語呢 省略的意 好 好 そして 忘れないよ 然後呢 我絕對呢 不會忘記 當然 我剛剛 他前面用什麼 他這是 雙重的強調 這裡表示我都記得 這裡呢 再加強一次呢 我都不會忘記 好 再來喔 我從現在呢 我在我的心中呢 真的無限敏感 我無限感激的意思 できが悪くて 各位 這裡的できが悪くて 什麼意思呢 表示表現的不好 這個でき呢 表示 できること 就是我做的事情 日文當中叫做でき 就是表現的意思 所以日文的職棒選手 他們常有這個喔 我呢 我呢 讓你們呢 我總是呢 困らせる 我讓你們呢 非常的困擾 困らせた 好 あなたの涙 你的眼淚呢 何度も見た 我也看過好幾次 我把 好 あなたの涙 何度も見た 而且呢 你的眼淚呢 我也看過好幾次的意思 就是為了我哭泣的意思 素直になれずに 罵声を浴びせた 好 各位 素直になれず 表示意思 什麼意思呢 沒有辦法坦然的面對自己 這是なる的可能性 然後呢 加上一個否定 ずに 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嗎 素直になれないで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變成呢 非常的坦然 面對自己 好 素直になれず 素直になれず 這個在日文當中常用喔 那 ばせを浴びせた 我讓你們呢 招人家慢慢 ばせを浴びせた 所以呢 你們就是受了 詞語之養 好 詞語之養 そんな僕でも愛してくれた 雖然是這樣子的我 你們還是呢 依然愛我如常 還是沒有改變的 對 所以這個 父母 對小孩子的愛呢 真的是 人家說 這個 北部婚姊有陰 北部婚姊有陰 無陰 就是 講 就是講 嘴巴講一講 可是呢 真的很難 所以人家還說了一句 臆生極竹 無法苦地 對不對 餓妻跟膩子呢 沒有人有辦法治他們 所以沒辦法 家人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呢 今になって 哎呦 剛剛我們才 我們那個 剛剛我交了一個 這個冠楊語才剛剛用到 今になって 到現在呢 やっと その言葉の本当の意味にも 気づきました 好 我到現在呢 終於知道呢 當初你跟我講的那句話的含義 什麼呢 他說什麼呢 辛くなった時はいつでも 帰っておいでと 好 所以呢 你呢 跟我說呢 你不足以的時候 辛くなった時はいつでも 無論什麼時候呢 帰っておいでと 好 你這樣子跟我講 所以 と言ってくれた 後面呢 找了一個 言ってくれた 因為這已經 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就把它省略掉了 那各位 這裡的おいで 哎呦 有有有 好 我們看一下哦 這裡的おいで是什麼呢 這裡的おいで 是這個字哦 這個粗哦 いで おいで おいで 所以加上一個 おいで 就你來你來 他會說おいでおいで 是這個意思哦 おいでおいで 好 所以呢 請你 你無論你跟我說呢 當我不如意的時候呢 我隨時都可以回來 いつも僕の味方でいてくれた 你總是呢 站在我的身邊 當我的靠山 當我的肩膀 各位 這裡的味方指的是什麼意思 就是呢 我們這一邊的人 所以呢 日文常講正義の味方 正義使者 好 我是呢 正義使者 日文叫做 正義の味方 好 重音是一 所以呢 いつも僕の味方で 這裡的で 是表示狀態哦 在這種狀態呢 いてくれた 總是 當我的靠山 當我的肩膀 當我的靠山 好 所以呢 いてくれた 然後呢 心配かけたこと 我讓你擔心的事情 還有呢 支えてくれたこと 還有呢 你們呢 在暗地裡呢 支持我的事情呢 都怎麼樣呢 今 心から ありがとう 我從現在呢 真的非常 感到非常非常的感謝 はい 開始でも 開始でも 開始切れない 好 我就算怎麼緩 怎麼緩呢 開始切れない 各位 這裡的動詞的 マスシン加上 切る 表示 可以完 就表示完全的意思 那呢 切れる 就是 可以完全 那切れない 就是 沒辦法完全 所以 就算我怎麼緩 我怎麼緩呢 都沒有辦法完全把你對我的恩情呢 把它緩緩的意思 所以呢 無語 這種無語回報 無法償還 無語回報 無法償還 再來 この感謝と経由最大 我希望呢 我能夠傳遞 這一些呢 對你的感謝 跟什麼 跟我對你的敬意 OK 頼りなかった僕も 少し大人になり 好 那那個呢 本來呢 不懂事的那個人呢 現在呢 也稍微再成長一點 變得更大人 大人になり 可能已經過了好幾年了 今度は僕が支えて行きます 這一次呢 換我來支持你們 各位 在日文的口語 或是說他的唱歌的時候呢 常常會把行きます呢 講成呢 這本來是這個字嘛 把這個音呢 這個音呢 講成U這個音喔 在演歌 然後是講話的時候 好 比如說 你在講什麼 那你有一定喔 那 尤其女生會講 那你一定喔 一定喔 常常會有U的這個音發生 發生喔 所以呢 這個U呢 就跟E是一樣的 Satsayate ikimasu 這一次呢 換我來支持你們 好 Yukimasu 持續下去的意思 持續下去 好 再來往下看喔 Solo-solo i toshi de sho 那你們真的也到了 應該要享福的年齡 一年 好的年齡 什麼年齡 如果對年輕人講 就表示 比如說該結婚 該怎麼樣 那對比較年長的人 就講 別應該要 想輕福 想輕福了 好 再來喔 楽しんで暮らしてください 好 好 心裡要很輕鬆過火 好 楽しんで暮らしてください 心裡要輕鬆過火喔 僕なら 如果說到我呢 もう大丈夫だから 我已經沒有關係了 你們真的不用再擔心了 好 あなたの元に生まれ 本当によかった 好 能夠呢 在你的元 就是在你的這個 按照字面 就在你們腳下 生出來 意思就是 被你們生出來的意思 あなたの元に生まれ 本当によかった 真的是三生有幸 成為你們小孩子 真的是三生有幸 今こうして 胸を張って 言い切れる 所以現在呢 我可以怎麼 胸を張って 表示呢 抬頭挺胸 大搖大擺 言い切れる 是可以完全地講 那我們中文把它翻譯成 斷言 那我自己為了要押韻 我把它翻譯成大聲喊 我可以講說 真的成為你們小孩子 真的是太好了 太三生有幸的 這句話 就變成這個意思 あなたの願うような僕になれていますか 好 我有變成呢 你想要的 心目中的 那一個我嗎 那一個我嗎 那個小孩子呢 你把我生下來的時候呢 那我現在有變成 當初你們想要的那種人嗎 好 そんなことを考える 好 那我呢 最近呢 一直在想這件 考える 一直想 一直在想這件事 今心から ありがとう 真的呢 我心裡面呢 充滿了感激 謝謝你們 把我生下來 成為你們的家人 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那這首歌 真的哦 他這個非常感人 那現在 嗯 現在可能比較少 之前呢 很多會在這個結婚的時候呢 放這首歌 因為結婚的時候呢 這個拾怨 那爸爸媽媽都會在現場嘛 那放這首歌 那有的家長 聽到這首歌就大哭 不是 新娘新娘 當然很哭 可是重點是家長 聽到這首歌 就非常的感動 所以呢 如果你去看這首歌 它下面那個留言 很多都是家長 就是說 他昨天他小孩子結婚 然後呢 他們在這個 Heroen的地方 Peroen 就是這個 喜宴的時候 放這首歌 然後讓他大哭了出來 因為這個首歌 會比如說 他當初送小孩子去那裡讀書 去那裡工作的時候 那個心情 都還在自己的腦海裡面 那聽到這首歌 就 然後又會放那個小孩子 小的時候的相片有沒有 好 這樣子 就讓他就這樣 就很多人就會哭出來這樣子 所以這首歌呢 雖然已經好幾年 但是呢 到現在呢 還是很多人喜歡聽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謝謝拜拜